嗨,同学们,我是孟绝 一直以来呀,都有同学给我发视频 啊,老师,你看我这个 按照你视频练的 看看我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一看,嗯 啊,一,二,三 这三个点没做好,去改一下 哇,老师,你好厉害呀 这一看就看出来了耶 啊,哈哈,不厉害不厉害 啊,老师还这么谦虚 就是很厉害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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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真的不厉害 哪啊 老师是不是想让我使劲夸他一下 啊,老师,你又帅气 又有魅力,又幽默 又厉害,还肥 其他的我都承认一下 但是这个真的不厉害 哦,好不容易把我们的主题引出来了 我发现很多同学啊 看视频,练游泳 但是回头拍了自己游泳的视频呢 不会看 最多就觉得,哎呀 我怎么游成这个鸟样子啊 但具体的一二三点说不出来 其实啊,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东西 这个系列的视频可能会有很多个 因为我想讲的细一点嘛 那一开始从简单的讲起后 有些老油条就不要在那儿起混了 啊,教练,这个太简单了 我知道 后面会有你不知道的 好,同学们先看两个视频 自由泳后 是上面那个游得好一点,还是下面那个啊 上面那个好一点是吧 那它好在什么地方,同学们知道吗 身体的整体水平位置比较高,比较平 是不是啊,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要这样游呢 这个原理就很简单了哦 我们人在水里面这么平着去游 阻力小 这样子斜着去游,阻力大 所以很多同学啊,特别是有追求的初学者 动不动发个视频过来 教练,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这个高肘爆水 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我做的好不好,到不到位 你要说到位吧,是到位 但是同学,这个下半身是你接过来的吗 是别人的吗 完全不管它沉的有多深啊 在我们游进中的时候 屁股的水平位置 是远远比手的水平位置要重要的 一定要把它抬高 所以同学们看自己或者别人游泳的时候 这个人水平怎么样 首先你就先盯着屁股看 屁股能够贴近水面 行 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说 啊,老师我就是这个情况 他该怎么改正呢 之前我拍过重心前移的练习 同学们可以去看 这个视频我们不讲怎么练 就讲怎么看 那位同学有点好奇 阿老师自游泳贴近水面 那杨勇呢 杨勇屁股怎么贴近水面啊 啊,杨勇他竟然都翻过来了 就不是屁股贴近水面了 是我们的小杨勇贴近水面 而且同学们还可以看这个杨勇腿 上下幅度正常的情况下 能够踢出水花来 踢不出来 那就是沉太深了 那自游泳和杨勇都是转体 屁股这里呢 还比较稳定 蛙勇和蝶勇呢 老师 这个蛙勇上半身一起来 下半身不就会自然往下沉吗 哎,要不怎么说 蛙勇是易上手 难精通呢 初学者 滑手抬头 下半身下沉 很正常 但同学你想提高的话 蛙勇啊 你要做到一点 滑手抬头 挺腰 上半身出水面 伸手低头 收腹往前冲 这些个动作要做得快 快到什么程度啊 快到下半身 来不及下沉 这里面需要 往呼吸的技巧 内滑前身爆发的技巧 还需要你的腰腹 足够的灵活 并且能发上力 有点难度哦 没关系 至少同学们 以后看到一个人 蛙勇游的贼猛的时候 哎 就不会被这种 啊 他游的好猛啊 好帅啊 这种 气势给骗到 你就盯着人家屁股看 啊 这个屁股还是有下沉 不行 不行 那蝶勇呢 很多同学都说啊 要拱出水面什么的 其实不需要 我们的屁股仍然只需要贴近水面即可 因为像我这种身体密度比较大 下半身比较沉的人 想要把屁股拱出水面 还是很有难度的 很难保持 所以只要做到在一个动作周期中 屁股能够贴近一下水面就行了 很大胃 像有的同学他游起来声势浩大啊 但是你看这个屁股 永远沉在水下面30厘米的地方 上不来 那就不行 好 我们除了看人家屁股呢 还可以看一个地方 腰 有的同学游起来的时候啊 背贴近水面 屁股贴近水面 但是中间这一块腰它是沉下去的 我们管这个叫做他腰 在陆地上呢 就应该是鼓喷前倾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吧 这种情况你平时把游泳当做休闲娱乐 去游 没什么问题 如果同学 你想要提高 腰也要跟屁股一样贴近水面 这样子我们的身体 主要是肚子啊 腹肌这一块 还有臀大肌这一块 它就算是奔的比较直 而不会这么曲线走一趟 怎么个贴法呢 把腰往上稍微拱起来一点就行了 那这个东西呢 我知道很多上班族 腰椎已经僵硬了 想要恢复已经很难了 但并不妨碍同学们去试一试 万一呢 我还可以怎么办 哎 不好意思下雨了啊 换个地方 那关于这个把腰拱起来一点练习呢 以前我也讲过很多 同学们可以去尝试着 比如说靠着墙 让自己腰这一块不要空那么多 或者是在平板支撑的状态下 把自己的那个 哎 骨盆 前后旋一旋 灵活灵活 水里面呢 可以把脚挂在池边上 手上拿两块浮板 也像那个平板支撑一样 啊 单独把那个腰啊 动起来一点 我怎么又开始教学了 啊 反正同学们 平时啊 看别人游泳 屁股 有没有贴近水面 有 入门了 接下来看腰 有没有贴近水面 能贴近 那他这个手啊 就比较高 那OK 这个视频的论度就这样 希望同学们以后看自己游泳的视频 不会 啊 这个下半身沉到底了多快 还在问啊 老师我到底哪里没有好 现在至少会看这一点了 对不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